第二個問題喔 其實是更嚴肅的問題 就是建設回收的問題 我相信這個問題應該是縣長心中很大塊的一個石頭 因為我們縣長你曾經做過南投市的市長 你很清楚知道中興新村有一票人 他是你的鐵票 一票人他是你的子民 這一票人他現在已經失去了以往的輝煌 但是他現在變老殘窮 倦舍回收的問題 現在又慢慢地又浮上檯面 所以呢 催收這個問題 我想 我先看下一張 這個陳情人士他是個殘疾人士 他領有重大傷命卡 也願意繼續繳納祖金 但是他馬上要退休 在退休之際卻要被催收倦舍 我想請問一下縣長 怎麼辦 縣長麻煩你 請許縣長 好 謝謝主席 謝謝檢議員 我想針對中興新村的問題大家都非常的關心 也謝謝我在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檢議員當時也跟民眾黨的這個高委員 一起來關心中興的整體的發展 所以我想就是因為我在這邊先說明一下 剛才議員這邊有提到 其實中興新村它整體的一個宿舍 它並不是眷村 它有點算是類眷村 就是因為如此 所以它的在 我為什麼在立法院當初有提出一個叫做 眷村文化保存及發展條例的草案 最主要就是因為在眷村的管理條例跟中興新村是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藉由政府把中興新村也把它納入認定 重新認定中興新村的宿舍的問題 其實就是等同眷村 這樣的話將來在整個眷村的使用上面 會比較廣泛 例如說很多人都會說 為什麼中興新村不像高雄啊 或者是哪裡台中有一些眷村的這個發展啊 其實都是可以用這樣去 政府可以這樣去開放的 就是因為它的管理的單位不同 所以我第一個就是說 希望能夠去爭取 政府在這個把中興新村重新的納入 是眷村這樣去做討論 如果可行的話 當然第一個 眷村的發展使用會更寬寬 第二個 它也能夠解決現在就是議員所提到的 大家最關心的 因為我們都清楚知道 中興新村的由來 有它的歷史的脈絡存在 那麼當我們最關心的是 如果現有的法規不能夠去協助民眾的話 將來所有的民眾 如果我不符合這個住宿的條件的話 那我必須要搬離 剩下的中興新村就是空城嘛 那政府如果把人慢慢凋零 離開之後 那政府又沒有一個最重要的上位政策 那麼我們就很擔心 現在中興的整體的發展 所以我也在此跟議員這邊說明 我在擔任立法委員的時候 我除了剛才有提到的 召開了這個發展條例的這個說明會 同時我也邀請相關 在對於宿舍的管理的單位全部都過來 那麼跟我們在立法院有召開一個會議 就是當這個法案還沒有正式的進行討論跟完整之前 也就是說在今年的會期還沒有結束之前呢 我們希望能夠讓各個中央 在有的法案我已經進入一讀了 所以希望可以暫緩去吹腳 或者是有一些是訴訟的也能夠都停止 那我在擔任立法委員期間 確實這個是有中央有按照我們的會議紀錄所執行的 那非常可惜的是我去年因為 所以就回到地方來擔任縣長之後 最近我們有聽到一些的民眾就是說 又開始又被吹腳了 那我們這邊有當然 我當時也有跟我們的鄉親承諾 縣政府對於宿舍的問題 我們會去提出管理辦法 所以議員在上個會期有聽到 我們同仁有文化局這邊有主題 希望由這個國發會這邊能夠接受 縣政府來做代管單位 把宿舍的問題是不是我們來做接管跟管理 那麼當然這個只是宿舍的管理而已 權責跟所有的還是在中央單位 但是我想如果是可以由縣政府來管理的話 至少有些長輩的宿舍 不管說他的這個廁所需要整修的啦等等的 他都可以得到在我們的規範裡頭 我想都可以有一些很好的改善 但實際上我們已經有行文兩次 那中央這邊就是國發會這邊 因目前的法規的關係 不同意我們這個代管跟接管 那我也希望在下一次我們在立法院 真的有立法委員這邊也幫過 當然也會有請馬委員這邊 再次的幫我們做關心 就是這個草案現在還在立法院 那我也希望有機會能夠被排入 這個就是委員會審查 如果有機會把眷村的發展條例去做修正的話 中心新村也能夠一併納入 那整個我們中心新村未來 在整個使用的範圍上 不論要做文創或是做什麼樣的發展會更好 那回歸到地方我們還是會請 這個國發會跟相關的單位 不要去考量到每一個現實環境的問題 有些就像議員講的 是殘疾人士現在也年紀也大了 沒有辦法有謀生的能力了 那可能家人也沒有辦法可以去 能夠去負擔照顧他這樣的一個經濟條件 所以我們會繼續的再來跟國發會溝通 我們也會繼續的來行為 是 謝謝 記者王宗寧 南圖市採訪報導